厂长刁难乡下林氏公 没想到林氏公竟认识周县长 结果被啪啪打脸 李主任 你说楚孝天这小子 怎么就那么硬 他要是一直咬紧牙关不松口 我们可是十分被动啊 稍安勿躁 当年我把楚孝天弄下去时 那才叫精彩呢 他只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 李仓长 不好了 周县长来了 你说谁来了 周县长 在哪 他进了二楼 审问周县的地方 你说什么 他进了审讯周县的屋子 这不可能 我早查过了 楚孝天跟周县长 没有任何关系 周县长绝对不可能 为了他出面 李祖爷 那个人要不是走县长 我谢远明刀的走 周县长 周县长 这里地方狭窄 我带你去李厂长办公室吧 没事 你们继续 我在一旁看着就是 这怎么可以 两人审了周雪儿一天 仍一无所获 要是他当着周县长的面 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那可就糟了 李厂长看清确实是周县长 他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 周县长 你怎么来了 怎么 这个地方我不能来 不不不 我不是这意思 这里太过狭小 连个座的地方都没有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 我再向您汇报 不用了 我瞧着这里挺好 而且我对你们工作组 如何调查 很感兴趣 想实地观摩学习一下 周县长 我刚弄了两斤好茶 是新到的雨前龙井 请您到我办公室先品尝一下 喝茶的事还是先放一放的 楚孝天呢 他怎么不来见我 楚厂长他 他出差去了 周县长 李厂长哄你呢 楚厂长被他们关起来了 说不定就在这栋楼上的哪个房间 你这丫头 懂不懂规矩 倒顶说话 哪有你插嘴的份 李厂长 那这丫头说的是不是事实吧 对楚厂长的调查 是李主任的要求 我们只是配合工作 刚才还在表中心 一转身就把李上齐迈了 李上齐齐地不打一出戳 周县长 我们对楚厂长进行调查 为了防止嫌疑人之间互相串供 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 才把他们分开审问 那结果呢 周县长 他们诬陷我跟楚厂长有不当关系 还逼我承认给了楚厂长好处 我不承认 他们就不让我走 李主任 这些都是真的吗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这李主任是想甩锅 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了 李主任 这是谁给你的权利 我命令你 马上把人放了 我马上要见他们 快 还不快去请楚厂长和萧天林 外面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 楼下聚集了不少人 他们是得到了周县长来尝你的消息 并争先恐后的来了 周县儿惦记丈夫 趁他们说话的空档 赶紧访了出去 天林哥 你还好吗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雪儿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天林哥 是周县长救了我们 走 我带你去见他 周县长 楚厂长不肯出来 为什么 楚厂长说了 要他出来可以 必须李厂长和李主任 居向他赔礼道歉 他要在全厂之宫面前 替他证明 这个楚厂长 简直太过分了 你们调查了这么长时间 楚厂长的那些罪名成立吗 如果楚厂长 那我们工作组 现在就可以下结论 李主任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证明 你是人 我就可以说你不是人 周县长 你怎么能说我不是人呢 是人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吗 再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楚厂长 又不解行为 谁给你的权利 挺一个厂长的职 可楚厂长的要求 似乎也过分了些 出去听听群众的呼声吧 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 周县长 咱们专场就设备拆了 新设备进不来 咱们工人怎么办 对 这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花 到底停工多长时间 能不能给个准数 李厂长 你不是在主持专场工作吗 你来解释这些问题 周县长 我只是执行李主任的指示 李厂长 人说话可要凭良心 你是主持工作的副厂长 怎么能把所有事情 都推到我身上 放楚厂长出来 对 放了楚厂长 放了楚厂长 工友们 你们听我说 不是我们不肯放楚厂长 是他自己不肯出来啊 楚厂长为什么不肯出来 你心里就没点输吗 厂长夫人来了 大伙快让一让 姐姐们怎么没陪着他来呢 嫂子 你身体不好 怎么也来了 周县长 我不知道我丈夫 到底犯了什么罪 你们要把他软禁起来 不让我们夫妻见面 今天我来 就没打算一个人回去 楚厂天何其不幸 又何其有幸 有这么一个痴情的女人 一生对他不离不计 哪怕是经历再多的苦难 也值得了 嫂子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楚厂长 周县儿走吧 你也一起上去 小天 青秋 你怎么来了 小天 你受苦了 青秋 别难过了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楚厂长 这几天让你受委屈了 现在案情已经真相大白 厂里一堆的事情 还需要你去处理呢 你就接受我们的道歉 出来工作吧 楚校天心里自愧不如 能把道歉说得如此云淡风轻 足见其功底深厚 楚厂长 工人们现在聚在楼下不走 就等着你出来呢 工人们关心楚厂长的安危不假 工人们更关心的是 大和专厂的前途和命运 李厂长单方面 终止与设备厂家的合作 面临巨额赔偿 这个烂摊子 也让楚厂长替你掏吗 楚厂长 大和专厂已经到了 生死存亡的地步 我希望你以大举为重 马上出来主持工作 请周县长放心 我楚校天爵不如使命 一定带着大和渡过这次难关 叶青秋本想着丈夫 要是能渡过这一劫 就金盆洗手 谢甲归天 没想到又答应了县长的请求 他眼睛微红 青秋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再管苏氏 但上度一天 没有解除我的厂长职务 我对大和就有责任 楚厂天 我知道我劝不住你 但我希望大和渡过难关后 你就功成身退吧 好 我答应你 等大和的既改项目一结束 我就谢甲归田 陪你到四处走走 楚厂天看着跟叶青秋 站在一起的周璇 酷似一对母女 心里暗叹 要是周璇是自己的女儿 该有多好啊 他想问问梅儿 为什么没跟妻子在一起 但话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梅儿的性子他太了解了 他甚至怀疑 要是自己真出了事 梅儿会不会还待在这个家 老人家 你还记得我吗 周县长 想不到你还记得我 记得 怎么不记得 玉龙村老肖家的茶 我会记一辈子的 李尚齐见周县长 竟跟肖天龄的母亲聊上了 心里顿时叫哭不迭 他看了一眼李明汉心想 活该你当一辈子的副厂长 事后关于楚孝天的各种谣言 仍然满天飞 各种压力全压在他头上 他不想再受人一饼 王主任 你去找周璇告诉他 不用到厂里来上班了 王明洋明白楚厂长的处境 这个结果也在他预料之中 楚厂长 要不咱们想办法 介绍周县 到别的胆位商办吧 楚孝天想起周县 那张酷似妻子年轻时候的脸 心里泛起一阵苦涩 我要是再替周县出头 以后就更说不清了 这点钱使我的一点心意 你想办法让周县收下吧 王明洋感觉到了 楚厂长微妙的变化 平心而论 他似乎更喜欢 以前那个充满热情 敢闯敢拼的楚厂长 你是谁 老嫂子 我是转厂厂办主任 受厂长微妥 来看到秀天林和周县 一听是专厂来的人 也不知是福还是货 李叔真的心哆嗦了一下 周县 我受楚厂长微妥来传话的 说过就走 王主任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王主任 我知道楚厂长让你传什么话了 不就是让我们不去专厂上班了吗 周县 你别怪楚厂长 他也是甚不由己 这一百块是楚厂长的个人一点信义 你们就收下吧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正合周县的心意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在村里自己办专厂了 大河专厂的设备 在陆续安装调试 厂里人都闲着 一听说秀天林要建专厂 不少师父都愿意前来帮忙 上班就那点死工资 到秀天林这样的私人小专厂 好吃好喝供着不说 工资还翻倍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 唐玲很快就知道了这事 直气的蹊跷声言 臭小子 你要早说你买设备是为了办专厂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帮你的忙